我們來 來 從小的細節開始省 到現在還在搭捷運的就是妳 對 喝酒交通費始終如一 她12歲就開始存囉 23歲存到第一桶金 她經歷Showgirl女僕餐廳還有服飾店 當然最後還有藝人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我發現 現在就是年輕一輩可以存錢的 我覺得是應該是從小就習慣了 要從小有養成的 對 從小就有一個習慣 想要節儉才會去存錢這個事情 然後我個人覺得 存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要持之以恆 當然 對 就是因為像很多人都覺得說 你現在還在坐公車嗎 我說對啊 我還在坐公車 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說可是你現在已經賺的 其實基本上是已經夠了 至少搭計程車之外沒問題 你搭公車這件事情是我所反對的 為什麼 當然啦 那肯定是不對的 可是公車很好搭耶 好 OK 原因只有一點 你搭公車的時間 可能要比搭計程車的時間 來得久對不對 沒錯… 你的投報率不對嘛 你省了這筆錢 你省了這筆錢 但你浪費了你人生的重要的時間 12歲存錢 23歲存到第一桶金多少錢 就100啊 就百萬 有做什麼樣妥善的運用嗎 錢它存著就是在地球上 你用了才是你的錢 有沒有這個概念 沒錯 我很愛存錢 因為我很有危機意識 我總覺得說我今天要是 知道沒有錢的可怕 對 要是我身邊沒有錢 然後臨時我需要一大筆錢的時候 那我要去跟誰借 對 我想說這樣 忽天搶地都沒有 對 這樣太麻煩 所以覺得說不行 只能從Show girl轉為Shower girl Show girl 打錯字 Shower girl 什麼那麼怪啊 對 然後反正呢 我自己啦 我存的就是 第一桶金嘛 100多萬 然後其實後面大概存了 大概120的時候 本來有一天我就回到家 就看到我爸他在看那個 車子的行路 對 就是因為他的車子就很舊 你爸也知道你存了100多萬 他不知道 重點是他因為他不知道 爸爸沒有 爸爸對孩子不會有那麼壞性的啦 就是因為我也不會自己去講 你知道嗎 然後就看到他在那邊看那個車子 他車子有點舊 我就忽然覺得要是我爸那麼想要的話 我就幫他出一半 對 孝順 孝順耶 女兒真好 就幫一半 車子一半的錢 爸爸還我幫你出 對 但是因為我媽她有點嚇到 因為我媽一直知道 我是一個就是你知道 媽還勸妳說 很辛苦的 不要再消耳 沒有啦 但是我媽她有點嚇到 她想說你已經存了那麼多錢了 然後她也覺得說你平常這麼 就是這麼節省的人 你怎麼會就願意出 對 但那時候就覺得說 審下來就是要用 而且就是最愛的人嘛 對啊 不給他給誰 你看 很多感動 周圍的人可能都有發現 我好像滿會存錢的 所以周圍就要有一些人跟我借錢 因為我的狀況也是覺得說 今天要是你很困難的話 我就是可以借你嘛 朋友是就急不就窮 對…這個真的是急喔 是 但是那個金額一次是要借到 180萬 180啊 太多 你有借 可能是最近的事嗎 沒有…大概已經是五 五年前 五年前了 五年前就有180萬了 乾淨 妳總共你存了多少錢 這個… 忘記了 妳就真的借他啦 就借他 我就立刻去銀行匯給他了 結果…還妳了吧 90萬 對 到現在還有一半還沒還 但是我想他應該是拿那個錢 去轉投資別的東西了 所以才沒有還給我這樣 我永遠都相信朋友 我也是 因為我們是可以被相信的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朋友有這個困難 我們互相幫助 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 對 盡力而為 而且 娶到瑤瑤是真的很棒 沒有…我現在講 我的好朋友們 我的朋友們 我真的人生我不會再借錢 誰娶瑤瑤 我告訴妳 先幫妳買車 不買 好…